净空法师法语 投胎 1.佛经里面常讲生死疲劳 没休息的 非常普 2.地藏经说 人死了不到49天又投胎 投胎之后又是生老病死 死了再生老病死 永远在那儿轮回 没休息 3.只要不出轮回 诸位总要记住 生死轮回是每况愈下 一事不如一事 一事比一事苦 怎么晓得 我们也不要想过去世 也不必考虑未来世 就想想这一生 你就会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4.我们这一生当中起心动念 待人皆物是善多还是个多 如果一生当中起的个念多 看人不顺眼的多 顺眼的少 善念少 来生的果报 当然是个多余善 苦多余了 一定的 5.现在造什么样的因 来生得什么样的果报 我们从无量节以来一直到今天 一事不如一事 它累积 6.我们觉得这一生苦 要是不出轮回 来生比这一生还苦 只有一直苦下去 绝对不会苦到最后的了 没这个事情 乐极会生悲 悲极不会生了 要晓得这个道理 所以不出轮回 真正不得了 七小的这个世界的恐怖 这个世界恐怖 不是现前这个环境恐怖 是生死的恐怖 是在这个世间轮回一世比一世恐怖 8.佛经上说得好 爱不中不胜缩婆 你怎么会到这个世间来投胎 你有爱欲 六道轮回是什么力量在那里推动它 就是爱欲在推动 9.念佛的人多 往生的人少 就是爱欲不断的缘故 只要有爱欲就有六道生死轮回 人要是将爱欲断了 他就不会到六道里面来投胎了 所以诸位要记住 爱欲是六道生死轮回的第一个因素 10.我们在念佛当中一再告诉诸位 我们今天是以往生西方净土为第一桩大事情 这个世界太苦了 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 11.或者你说我家里还有父母 还有儿女 不能不牵挂 你真能牵挂的了 你真能照顾的了 照顾不了 这是要觉悟的 12.自己都不能超越轮回 怎么能照顾别人 有什么能力去照顾别人 真是迷惑颠倒 这不是叫你父母眷属都不要了 也不是 13.净土法门第一个条件就是效养父母 奉是师长 可见的他是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上 现在聚会在一起尽心尽力的照顾 可是我们自己的心一定要安住在西方 14.怎样才能照顾到你家亲眷属 跟诸位说 最究竟最圆满的照顾 就是劝他念佛 他这一句符号念成功了 也能往生西方极了世界 那才得到究竟 才得到圆满 15.我们世间人最重的是亲恩 亲恩难报 念念想报恩 把念佛给耽误了 结果自己还要轮转六道 怎能报答你父母 你要暂时把感情放在一边 小的唯有求生净土才能报亲恩 16.你果然往生西方世界 不但这一生的父母 生生世世的父母 家亲眷属 他在哪一道什么样子 你看得清清楚楚 你有办法去度他 为什么 佛门常说佛度有缘人 那些人与你有缘 十七有缘 他就肯听你的话 没有缘 你讲话他不肯听 他不相信 这就是没有缘 你说话 他就相信 他就喜欢听 他就一交奉行 这就缘身 缘身就好度 18.佛度有缘人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他过去圣众跟你做眷属 跟你做父母 跟你做儿女 有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 这一碰到就很容易接引他 所以为了度家亲眷属 也得要往生西方世界 19.你成了佛 家亲眷属才真正能爱护得到 你要不成佛 没有用处 成了佛之后 你的家亲眷属不管在哪一道 你都认识 你都能把他找到 你都能帮得上忙 20.你要不成佛 你自己是一塌糊涂 家亲眷属投胎到你家里来了 你也不认得 这是真的 21.有的自己最亲爱的父母 而已死了之后 到自己家里投胎 投胎做只狗做只鸡 你也不知道 照样把他杀了吃了 这个我们在佛经上都看到 22.不出轮回就是大麻烦 不出轮回必多个道 你来生不多个道 后生会多个道 你不能保证你生生世世 居而不迷 23.一投胎有个阴之谜 前一生所觉悟的统统都忘掉 菩萨还有退转 所以不出三界不是真正觉悟 真正觉悟 一定要在这一生当中超越生死轮回 这才是真正觉悟 24.你再六道轮回 你这一转世 你的功夫没有不退转的 菩萨都有个阴之谜 何况你才有那么一点点鸡毛蒜屁的功夫 算什么 一投胎 前生的是统统旺的干干净净 能不能继续再努力 那要看你的缘分 不一定能 25.要小的 娑婆世界是一个显道 在这里面你真正遇到善友善知识 你自己能觉悟 这个地方用功修行速度很快 成就也高 你要是遇不到 不能一交奉行 还是成天打妄想 愈迷愈深 愈多愈苦 这是一定要觉悟 26.我们同修当中 念佛人常常还念钞票 念股票 念这个东西怎么能往生 你念佛念得再好 这个东西没有放下 不能往生 要彻底放下 27.你说放下 放下我这个日子怎么过法 你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还要问日子怎么过 想到我这个日子还要过下去 换句话说 你根本没有一丝求往生 28.真有一丝求往生 明天不要管它 明天往生 这样功夫才能成片 你念佛才能真正的受用 你心地才会清净 才会消业障 增长智慧 开智慧 这是很要紧很要紧 29.我们今天烦恼不断 依旧增长是非人我 功高我慢 贪嗔痴 还搞这一套 这就没法子 这样念佛只能种个善根而已 这一生不能成就 30.西方世界最殊胜的地方就是 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寿命跟佛都相等其等 中卫想想看 哪一个不成佛呢 31.成佛要三大阿僧其节 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的寿命而言 三大阿僧其节实在太短 所以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决定一生成佛 不要等来世 成佛之后 那个寿命就是真正的无量 这是他不退的一个因素 32.我们也是无量节 以前就发心修行 修无量节 在这当中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 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原因在哪里 就是因为寿命短 33.我们死了之后 格音之谜 再投胎就退转了 又要从头学起 学没多少又要死 生生死死 使我们这个修行永远不能成就 这是退转的因素 34.西方极乐世界寿命长 他不退转 他可以一直修行到成佛 他受命不仅三大阿僧其节 所以他决定成佛 35.我们真正要想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 真实功德利益就是当生成就 中卫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 如果这一生不成就 我们得到什么样的利益统统是枉然 36.你得禅定也好 你得开悟也好 都没有用处 一投胎又有格音之谜 所以真正的功德利益就是在西方净土 真正能往生西方净土才算是得到真实的功德利益 除此之外都不能称之为真实的功德利益 这是我们特别要记住 37.这个世间仍有很多人感觉得人生太痛苦 活不下去就自杀了 自杀是我不要这个身了 以为这意思 什么都了了 38.自杀过了几天又去投胎去了 不是解决问题 你再痛苦都不能自杀 自杀解决不了问题 不但解决不了问题 反而把问题搞复杂了 将来果报更苦 39.自杀 比你活着还要苦 还要可怕 为什么你寿命没有到 你自己把它断掉 凡是自杀的都要找踢死鬼 不找踢身 他没有办法去轮回 没有办法去投胎 才知道那真正是苦 40.自杀是没完没了 不能解决问题 不但不能解决问题 只有把问题预搞预糟 来生比这一生不小的要苦多少倍 你要是明白这个事理真相 决定死不得 死了就不得了 麻烦就大了 41.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 说真话就是要不死 你就成功了 一死就轮回 怎样叫不死 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活着去的 不是死了去的 你是在非常正常 非常清醒的状态之下 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吻你 你跟他去了 这不是死 活着去的 42.中位要小的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活着去的 不是死了去的 我们讲灵命中 其实他并没有命中 他看到佛来接引 跟着佛走了 43.我们这个地方反复肉眼看到他死了 其实他并没有死 而是跟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所以 凡是往生决定是活着往生 不是死了往生的 44.死了 他要投胎 他要轮回 那个事情就麻烦大了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往生的 欲知实至 见到佛来迎接 有种种瑞香 这些瑞香都在他没有断气之前所显现的 45.这是讲垂中 垂中是还没有中 还没有中 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见佛来接引 见到自己莲花化生 这个时候就已经到极乐世界 到了西方净土 46.到这个世界投胎 母亲怀孕十个月 在胎包里面有如地狱 苦不堪言 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圣畜是莲花 是七宝池 怎么能比得上 47.西方极乐世界是纯菩萨法 你除非是不生到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下下品去生的也是菩萨 一到那里去做菩萨 一生决定成佛 48.西方极乐世界不可思议 我们有幸遇到这个法门 空过了 那实在是太可惜了 你们一斤的高兴 对签形的都好 所以我们下大了 有个预防 他在 pray 他在가면 他在那里走 一会是从那里走 等到那里走 就像一个地团 非常的地囝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